在大家的刻板印象中 缝纫玩娃娃应该都是女孩最爱的兴趣之一 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爱缝纫更爱玩娃娃的 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男生 从替娃娃上妆修改衣服或是做配件服饰 只要客户开口要求 他就能为你定制造型独一无二的小布娃娃 但其实他是学音乐出身 精通上帝音号 除了演出外也开班授课 就让我们先来听听迷人的上帝音号 优扬的乐声响起 陈慧琪熟练的吹奏上丁音号 专注的看着乐谱 这对从小开始学音乐的他并不陌生 但从音乐领域跨接到毫无相关的缝纫和修改小布娃娃的世界中 是怎么样的过程呢 换个场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布的世界 是从国中开始可能接触一些玩乐团开始 然后才决定说因为文化大学 因为我读文化嘛 然后资讯也算是蛮发达的 那就有那个音乐系这一块 所以就直接原本是主系新闻系 然后就也顺便服系的音乐系这样 原本有这个打算 因为毕竟学乐是学 这个不是开玩笑 已经学了大概一二十年也有 所以我就觉得可以朝这个方向 毕竟以后如果出社会也是一条出路 那在玩的时候我就已经同时知道 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谋生的工具 当然也是在想想啦 那我就是继续学我的概念的 还是有继续念的音乐系这方面 但是后来怎么会转换到 可能是因为其实在音乐圈业 现在也是台湾的环境 也没有对音乐人很有散 其实我对逢人很有兴趣 那之前其实一直觉得这个兴趣可以发挥更多的 就是原本就有在学了 然后就不想要中断这个兴趣 然后刚好兴趣结合自己的 又可以赚钱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出路感 其实我从高中就开始缝 对从高中就是一路上这样子从手开始缝 从不了解机器然后慢慢的去了解缝纫机要怎么使用 为娃娃设计衣服还是一些行头比较特别的定制款的话 我自己是蛮有兴趣的 刚好有这个机会在朋友的引荐下在一个设计师下面 然后学习一些比较专业的技能 就是有关于缝纫的 然后专门做女装的方面 所以我大概也开始慢慢的对这方面越来越了解 就是一些美感啊设计啊一些布料剪裁这些技能 我也慢慢的有拿到这些技能 基本上都有一些基本的认知 所以用在小布上面这一块我觉得是绰绰有余的 接下来我们跟着娃娃整形师陈慧琪 一起进入小布的世界中吧 把她原本脸上的妆都把它卸掉 然后我们才可以去上新的妆 从接到订单开始到完成订装的每一个步骤 都必须聚精会神 只要稍有不对就必须擦掉再重新来过 这样的流程不仅仅考验设计师的技巧 更是一场耐心拉力赛 一开始接收到客人的订单的时候 那就是小布的脸嘛对不对 就是这个脸 然后我们可能就开始先帮她卸妆 有时候卸妆其实就是把她那个原本的妆容把它去掉 那娃娃方面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是 她可能不太可以用很腐蚀性的东西去做 因为这样子做的话她的妆还有塑胶会比较伤 所以我大概都是用一些水清水跟科技海绵去做 你尽量把它卸到一个比较可以看得到就是什么妆都没有残留 这样你上新妆的话会比较好看 才不会太干净 因为我们妆容强调的也是干净 你想要直接用直接用颜料人的眼影去画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 例如上我就比较推荐的这种粉彩类的东西 质地比较柔软 比较好在任何界面上戒指上都可以画的这种 比较好一点的粉彩 或者是你用一般的粉彩也可以 就是例如像粉条 你比较多颜色可以去做 然后当然这种事情都不太可能一次到位 就慢慢去揣摩看你需要怎么样的效果 不太对就把它弄掉 那如果真的完全不符合你要的 就一样用科技海绵沾一点水把它弄掉 这样凸掉 你看这都是可以去掉的 当你画完后 你可能满意以后你再去定妆 一样就是喷消光漆一样 然后像如果你的口红想要再红一点的话 那么一样打出我们的红色的颜料 去把它做出一样的效果都可以 比如说有的客户希望自己的小布走欧美风格 脸上带点甜美的可爱雀斑 更想要与众不同的让自己的小布能够露齿微笑 就必须考验设计师了 毕竟要将小布从双唇紧闭到能够露齿微笑 这样从无到有的过程是相当费时耗尽的 基本上我们娃娃我们这小布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说的风唇就是改变我们的唇形 那基本上其实它就是雕刻 就是可以用一些科模机一些美工刀之类的 然后帮娃娃钻出洞 例如说像这个娃娃它就有牙齿 还有牙齿跟嘴唇跟唇纹都非常清楚 那这个都是用雕刻来的 这嘴唇它比较没有那么立体 那我们这有一些雕刻的技法 可以让它的唇形看得比较 变得比较立体 那这也是让小布变得更个性化的一个方式 把它磨得比较平一点 把它磨得比较平一点 通常这个动作大概要两三天 因为你要一直省视它的 有没有正啊有没有歪啊 动动有没有哪里不对啊 就要花一点时间来省视 并不是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除了妆感很重要 小布的眼神更是整个灵气的展现 就像爱漂亮的女生 搭配不同的衣服 妆法 要戴不同的隐形眼镜变色片一样 小布还可以一次换上三种眼神 原本都长这样子就是看起来比较死 那我可能就会做一些彩绘的铜片 像这个都是用锁绘的 自己去后面的就是画一些比较特别 然后我们要改装的话就是用热熔枪 把热熔枪把它烤热 然后直接在眼片的地方黏住 然后等 等一下 大概就是等它干这样 就可以拔起来 就很明显的就可以把这个眼睛拔 那拔起来就把你刚刚 之前你画好的眼片 然后再用一点热熔膠 点在它的后面 稍微点一点 然后在这个眼片把它弄进去 好 按下去 我们的眼片就完成了 弄完整形手术 定完脸妆后的小布 接下来就要准备服饰配件咯 那发色跟发型基本上 其实你也可以用 其实你可以用戴假发 那你如果比较麻烦的工序的话 就我们通常会用缝的头发 例如说这个是发牌嘛 一整排的 然后你把它缝在那个头皮上面 然后你也可以用一些造型 用加热的方式 让它卷度更卷或者是更直 你自己去设计 那像这个的话 它也是缝法牌 你就可以看到 都是一个一个缝上去的 然后 然后你做一个中分的处理 然后 要造型就用电棒去把它烫卷这样子 它卷度就会维持 然后这个头发的话 就是原本头 原长的头发 就它比较不能造型 你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做手工 你也可以考虑戴假发 就是市面上都有卖很多小布的假发 那你只要把头壳的头发拔掉后 把一点假发戴上去 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戴假发 这样也是蛮快的 换个工作台 陈慧琪摇身一变 变成裁缝师 现场看到的不论是衣服 包包 小饰品 都是出自陈慧琪 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每一个小细节都必须一再确认 就怕一个不小心 就必须全部重来 其实娃娃的部分来讲 它跟真人比较不一样 它除了很小之外 其实它的布也会选比较薄 像这个都是比较透的 透光的感觉 就是可以看过去 然后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要做一个娃娃群 那娃娃群的前面有一些抓粥的地方 就是比较粥粥的会比较可爱一点 那我就是要运用到这些技巧 例如说像先车线 然后我们把后面的线挑挑 开始要抽 那因为这个布都很轻薄 所以在抽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 要不然它很快就会虚变 就慢慢地把它抽过来 抽的一些皱皱 那我们这个裙子就 皱皱的地方就完成了 这样的话它车在一起的话 它才有一个蓬度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子 那当我们完成一件 刚完成一件皮衣的时候 其实我们完成的这个车缝的部分 就是来装饰 那其实每个地方要来打洞 都是还蛮麻烦的 就像这个领口的地方 会有一些毛钉的装饰 或是腰带有一些气眼扣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 打出来后 我们还要再装上我们的撞钉 钉子都要把它装上去 那我们打完这个撞钉后 我们再来腰带的部分 就会有气孔 那一样 那基本上我们的气孔就打完了 大概就是这样 陈慧琦从踏入小布娃娃世界开始 就决心让兴趣变成事业 从衣服开始做起 她的买家来自世界各地 曾经一件全手工皮衣 就卖出三千美金的高价 相当于新台币酒罐 更有玩家出五千美金 等于台币十五万元 要求陈慧琦替小布的脸整形 因为她的一双巧手 让她拥有了自己的自创品牌 更获得小布界玩家的青睐 其实小布在一开始 她推出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红 在1972年小布刚推出的时候 她不是流行的 因为你们也看到她 她比较卡通化一点 就是很大的眼睛 然后跟当时流行的芭比你的娃娃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小女孩那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喜欢 所以在小布推出第一年 在1972年那时候 她就只推出了一年她就停产了 只推出了四个颜色的头发 而且是由美国的Canner公司推出的 我们玩家都会称呼她为KB 那像这一支的话就是KB 那她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 她是古董 然后你要时间过这么久 要保持这样完美的状态 其实不太容易 那我们会经历一些修复 让她比如说补妆啊 或者是把去黄画 让她的脸看起来更漂亮 那这一支娃娃是里面最贵的 因为她是古董 我常常做的方式就是我们用在 国外的拍卖网站来竞标 那竞标的话价钱会比较 竞标的娃娃我们做的会比较有主题一点 像有的时候会以一些电影的造型为灵感 或者是有些以童话人物 童话故事的人物为灵感 或者是比较特别一点 那如果比较特别的娃娃 然后搭配一些特别的妆容 特别的服装 整体这样设计 然后如果你去竞拍的话 你说最高的一次吗 可以到美金大概四五千块都没有问题 价格不太一定 因为要看你的制作的哪一的程度 还有你的需求 那我通常一套衣服 如果你是特别定制款的话 那我会 我会大概是美金大概三百到五百之间不一定 价格会比较高 因为我要特别帮你做一套全新的东西 那她这个衣服可能会应用到的技巧 有的时候可能会是印布啊 就是特别去印出你要的图腾 可能用热升滑热转印会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布料的话方面也有可能是丝绸啊 或者是比较高端的一些材质的话 那价格都不一定 那难易度的话 也都因为你的需求 所以价钱都不太一定 那我大概都是三百到五百美金之间 大概 好那 我的品牌的话 其实我在2010年创立了这个 Bob Allen的品牌 那我自己其实做这一块也大概有七八年有了 那我的品牌的话 其实 比较常常会做一些比较fashion的东西 例如说像是皮件类 包包类 那 比较有名的话可能就是皮衣了 我的作品里面比较 大家都认识的地方大概就是属于皮衣了 那 其实在皮衣方面 每个人都可以做 但是 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我有特别去做一些自己属于自己的logo 就是 这个东西让人家一看就是知道是你包包的牌子 因为我做皮也做蛮久 大概也做了四五年 都还是陆续有人 还是会购买 就是 我想应该就是 它不是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做成这样 从早期那个比较容易破掉的PVC的合成皮方面 现在还是在用PVC 没错 但是因为 那个技术的进步 然后加上材料也有一些更新 现在的PVC合成皮系列 比较不容易破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到 你可能要 请厂商帮你定制 都要等待那些 然后让你的商品 主要就是跟别人区别出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做皮 但是为什么你一定要买你的 就是应该就是你的商品有 比较过人之处 可能是 并不是那么的普通 会跟人家不太一样 我们讲到小布的市场的话 其实购买小布的东西 跟它周边商品的人 它的年龄层大概是 从 九岁到九十九岁都有 你一定会想说 这个年龄层怎么这么广 那 但就是没有错 因为玩具嘛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比较疗愈人心 那 它的东西 它的购买的人 就不会是局限 例如说 例如说可能只有 某种行业会玩 其实不一定 但是只要是 大概有 大概有做一些艺术的方面 大概都会大概知道这个玩具 因为它太有名了 它 非常的有变化 然后 年龄层就是大概 九到九十九岁 会买我的东西的话 都是大概 会喜欢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像我有一年推出这个 那时候那个 Holoquin 就是小丑女 小丑女的外套 那我会去运用一些特别的材质 就是闪亮闪亮 然后加上一些金属的链条方面 让它更有个性 这是小丑女的系列 然后或者是皮衣的系列 每次都会想办法去让自己的商品 更独特一点 会跟一般的小布的做衣服 小布衣服的就是 比较正常一点 就是可能就是中规中矩的小洋装 那我会做一些 比较特别的东西 让你的 一样就让我们的小布 看起来更有个性 在讲求独特 客制化中 陈慧琪花了六年的时间 在小布领域摸索 除了创立自由品牌 也开班教学 更是在小布世界中打出一片天